大家好,隊長Will,未上山了 但已經要開機,想告訴大家 今天終於出太陽了,看到嗎? 後面那些生意,我們有機會想起其中一朵 我們今天走什麼山? 燒鵝 燒鵝,我們叫燒鵝 現在在便利店補給一些東西 來到這裡,我們走幾個山 全部都是下雨的 今天終於出太陽,我本來已經開始用了 我們去買點東西吃,然後就出發了 去片之前,銷量全港第一的 上一部關節4D奶粉提提理 想跟我一樣,行山郊遊到處都沒問題 就一定要記得好好守護你的關節 未上山前,開車經過這個瑞高神社 進去拍攝一下照片 無心插鵝之下,經過這個瑞高神社 有沒有澳瑞高我那麼出名就不知道 可能我們早來到的關係,感覺上都幾寧靜 聽到風鈴聲都幾舒服 今天風和日麗,經過上燒鵝的路線都不算太長距離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逗留多一陣,拍多兩張照片 拍多兩個畫面 拍多兩個畫面 我們就走過去,去車站拍照片 拍照片 開車經過瑞高站,當然是停下來的車 拍照片 拍個畫面 離開瑞高站之後,我們就開車去這個燒鵝的燈山口 車程大概一個半小時,比較快 鏡頭一轉,來到燒鵝的燈山口 這個燈山口就位於中湯溫泉打上一點 也都是我們走過這麼多日山裡面 看到有太陽的日子 還有,這個燈山口是很多車 之前走幾轉山的燈山口都沒有這麼多車 我剛才拍到很高才能走下來 在這裡上蕭岳,由這裡上去大概三個小時 不過小屋,如果過小屋可能要多一個小時 路況難不難走呢?應該不難吧 開頭的路段是平緩的,來個回望先 不難走啊,初頭來計 好,一路上樓面術一下 我們起步的海拔大概1600樓下 移上到燒鵝的頂 這個火山口 好,2444海拔 哇! 你怎樣啊? 下邊的沒那麼糟 非常之翠綠的樹景 跟上天走過的燒鵝都差不多 起步的程度都是很多淡竹、幼竹 有些星星都差不多有很多天 都會有多天級的 但這不算難走的路段來的 不算難走的路段來的 這個山頂的特色有很多烏鴉 硬硬硬 整塊石都生滿植物 有陽光拍出來的東西是不同的 每條樹筋都是藝術品 是否很誇張 地圖描述 這段我們要走一個小時50分鐘 這裡我們走了55分鐘 這段走了一半 好,上到頂位,又下了一段 好了,下了一個小山坡 這段是平衡一點 旁邊這麼多山,除了富士山之外 這一段的山景是現在最多人 相對比較容易 好,一段平衡的路段 之後在樹間見到山頂 見到嗎?見到嗎?見到 來到這一刻,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三個字鬆一點 開陽的位置 好,來到開陽的位置 看到蕭鵝 由烏鴉聲變成鳥仔聲 很漂亮 上高一點看清楚一點 更正 現在應該是鏡頭 前面見到右手邊 那個才是蕭鵝 剛剛我們忘了 左手邊那個過來的 前面位,對右蛙是什麼呢? 在這個位置 已經2,800以上了 那條繩困住了 喔,OK 即是說由這裡開始 上山頂做大概400米左右的海拔攀升 穿了個洞 這麼有趣 有個山洞 先出一點點看看 OK 山谷位 對 為什麼沿著山谷 慢慢裝回去 高一點點 意思是 看到嗎? 正在出煙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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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近鏡 看看火山口 先看看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大概按照地圖 還有五十多分鐘就上到頂了 這個位置 停下來休息一下 很涼 風很涼 很慰望 外面的景色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椅子山的符號 哇,這段山徑第一次見 原古屋的符號 好了,西番正 來到谷位的位置 回望一下 剛剛下半段的谷位 再多一個360度鏡頭 左邊 中間火山口 右邊 會望 一個回合 前面的位置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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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離拍過火山口的時間 現在看外面 也很美 多高一點 高一點 高一點 到處長 真的有很多座 好了,上一隻位 究竟這條綠色線後面有什麼看? 我問了一股硫磺味 山中湖 真漂亮的山中湖 只是另一邊的庫峰 都已經夠壯觀了 是不是嘩嘩聲? 不過難了 我也是免得做一些違規的事情 但這個湖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嘩嘩聲 不是開玩笑 當地圖上看到一個山中湖 我現在的畫面出來是很漂亮 因為我在歐洲比賽的時候 看到山上的湖 是真的嘩嘩聲的 剛才上來看到這個湖 也是嘩嘩聲的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火山口 噴煙也是剛才的位置 我們還要跨過去那邊 因為那些箭咀 指上可以跨過去 即是那些觀光打卡位 即是有個牌寫著 這個燒 我想就是那些位置 而通常遊人來這裡 都是做這些事情 打卡 很正常的 不要笑 不是 高過那個位置 對 不同的角度 看到不同的山勢 壯觀 漂亮 一隻眼 是我的兒子 像這些人工化的 人工化的 這邊是通向燒樂的小屋 嘩 這些不是煙 是霧 不是 這些是硫和味 沒有硫和味 但是眼前一陣子應該是霧 是霧 哇 想起這個流氧洞 綠色 是霧 不是叫流氧洞 叫什麼 他們的頂位還有一段路 前面有很多圓圈和圓圈 就是我們要走的路 好有趣,剛才摸到石頭的時候是熱的 看不看有煙出嗎?可能是燙手 蒸氣能夠辣到,沒有好味道 越上到頂,流和味就越厲害 都不是很好聞,看到頂的牌 頂上是2444還是2455 你也要寫2455 這裡寫2444 站好,剛剛上來的路段 隱約望見的山中湖 站過一點點,看清楚一點 山中湖 剛剛有陣門遮蓋了 怎麼了? 好了嗎? 但我後面有八毛路 那是甚麼山來的呢? 很漂亮的山 先來回望鏡頭,趁貓貓下來了 我們到中湖的方向 剛才過來的 直到小鵝的方向 我們到剛才過去長遠 現在在前面的峽子 、「欠海蝦州民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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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和建築 剛剛四個半小時完成了大約6.8公里的山嶺 2444的燒鵝 好玩 亦都不相對於之前走過幾個在日本的山嶺 都不算太難 即是相對於大山來講2400多 吸吸都大大級的 為什麼這麼快走到下來呢? 不等貓貓呢? 因為我要走上高一點的位置拿車 那它一會下來了又有車走 是沒有體貼的 除此之外是有小小想快點找個洗手間 好了 剛才說了 雲泰蘭 即是相對於大山來講 而且景色真的漂亮 不過中途也有些地方是容易迷路的 還有去到頂小小的位置 用小心插錯腳一落千丈 大山的特性就是這樣 所以行山是會死人的 即是要量力而為 還有要儲一些經驗回來 那這條片就分成為止 我們又同一個動作 現在拿車之後就回酒店吃自助餐 OK 還有喝啤酒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南日拍攝又拍攝 香港又拍攝 海外又拍攝 你們之前很重要 記得訂閱和分享 拜拜